1955年,一座古墓在西安市郊出土 本来,考古工作人员只将这座古墓当成了一座普通墓葬 可其中的内容,竟让他们震惊不已 这天,陕西文物局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 对方是省政府的工作人员 对方告诉他们,在西安市郊意外出土了一座古墓 要求他们立即前往对古墓进行保护 然而,等到专家们赶到现场以后 却发现这座墓葬非常寒酸 他们甚至都没有找到陪葬品 但是,就是这个寒酸的墓葬给了众人无限的震惊 他们在古墓当中清理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块长长的石碑 在墓中陪葬的石碑,往往都会记载着墓主人生前信息 但是这个石碑却非常奇怪 上面刻印的,并不是如同其他古墓当中发现的汉字 而是他从未见过的一种文字 碑文上只有下半部分是汉字 他们立即找来大学教授进行辨别 经过再三确定,他们确定,这是波斯文 不过,就在碑文破译以后,让大家震惊了 碑文上明确记载,这座墓葬竟然是一位将军的墓葬 此人名叫苏亮 这个墓葬是他和自己的夫人马氏的合葬墓 合葬墓是常见的 但是碑文上刻印的信息却让大家不敢相信 波斯文中记载 此墓葬当中的马氏并不是他的妻子 而是他的女儿 这就矛盾了 汉文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是他的妻子 而波斯文为何会说这是他的女儿呢 大家对此好奇不已 有人猜测,是不是因为波斯文的妻子和女儿是一个意思 造成了翻译上的错误 负责翻译的教授当即否则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们是再三确认过的 波斯国王墓在西安出土 可是碑文的记载却让众人产生巨大争议 汉字上说墓中埋葬的除了一位名叫苏亮的将军 还有他的妻子马氏 可是波斯文上却说 这个墓中与其合葬的是他的女儿 专家在现场展开了激烈讨论 大家否定了翻译错误以后 开始对这座墓葬信息进行拆解 有人怀疑 是不是碑文刻印出了问题 然而 这当即遭到众人否决 不要说是一个将军的墓葬 就算是寻常百姓的墓葬 谁又会将碑文上的文字刻印错误 而且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写碑文的人 怎么能不知道上面的意思 有人再度猜测 难不成 这个墓葬当中的女子 是苏亮将军的私生女 她是为了在死后保护自己的女儿 不被人唾弃 才说她是自己的妻子吗 这样的说法更是遭到了众人驳斥 首先 在我们古代人的思想当中 这样违反人伦刚常的想法 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其次 这座墓葬如此寒酸 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完全可以不留下碑文 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为什么要给众人留下这样难以解释的谜团呢 这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 难不成 这个女子既是她的女儿 又是她的妻子 这样的想法让众人再度推翻 古人对李毅廉耻人伦刚常非常讲究 汉人 领持儒家思想 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不尊不孝的事情的 有人又说 如果 这座墓葬的主人 根本不是汉人呢 如果是汉人 她的石碑上 为什么要刻印波斯文呢 这种种疑虑让众人难以找到事情真相 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座波斯国王墓在西安出土 可是其中女子身份让众人难以接受 波斯文说 她是墓主人的女儿 汉文却说她是墓主人的妻子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有专家猜测 这墓主人 也许根本就不是汉人 根据历史记载 唐朝虽然是一个开放的国度 但是我们的礼教非常传统封建 近亲结婚是绝对不允许的 大家开始对波斯文化进行研究后发现 事实上 早在阿齐梅尼王朝就开始有近亲结婚的行为了 当时的一位国君就爱上了自己的两个妹妹 之后 他为了娶自己的妹妹 特意修改了法律条文 而且 这种风气很快就波及到了波斯国教拜国教 在他们看来 近亲结婚了 不仅能够保证血统的纯正 还能让血统增加神圣性 在他们的眼中 近亲结婚是唯一保证血脉的办法 而波斯人来到唐朝 也是有记载的 在萨山王朝灭亡以后 大量波斯人有读大唐 之后虽然几度提起复国行动 然而君以失败告终 许多的波斯人在长安留下以后 与当地的唐朝人进行通婚 苏亮 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王室侍卫的意思 他应该是波斯王室的侍卫 但是 碑文中记载的女子信息 只说了他是其女儿 但是 他究竟是否是苏亮的亲生女儿 还是很难证实的一点 但是 这个古墓的发现 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唐朝 和波斯王朝间的历史记载 让我们了解了更多历史空白 大家对此事怎么看呢